今年还有很特别的一点是 他不要评审们先做预投票 然后根据预投票的结果去讨论票数最高的前几名 而是让每一位评审每一项都必须说出自己支持的原因跟理由 一轮讨论结束后才会进行投票 大部分的奖项都能够在第一轮投票就可以选出来 男主角的部分 首先呢 评审要求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点是 今年真的是台湾男演员的丰收年 每一位入围者其实都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表演 林伯宏跟许光汉怎么可以达到一种效忠带累 而有层次的演出 也可以看到阮晶天充满爆发力 以及他非常精彩的成长出现在这个作品里 吴康仁其实最大的对手在最后跟他竞争最激烈的是王伯杰 一起的王伯杰 评审们认为王伯杰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跟小天一样 其实也展现了他高度的成熟 成熟在哪里呢 如果说小天的成熟是在这次作品里面 我们看到他那个爆发出来的那个张力 比起这个蒙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王伯杰呢刚好是另外一个反面 就是他内敛而且有层次 那只是可惜他演出的这个素材 就篇幅其实较少较会吃亏 其实吴康仁可以说是坚固了就是上述 两者的这个优点与益生 除了呢就是被大家誉为就是满分的这个监狱戏 但评审特别提及到说 其实他充满生活感的那个前半部啊 也看到这个演技细节的这个铺层 连眼神都是戏 这就太妙了 不只是大家赞美的这个爆发场 爆发力的所谓的得奖场 很精彩 那即使是前面的这个就是铺排的堆叠的这个部分呢 也相当的这个戏剧这样 就后来那个李安导演 忍不自自己都提到说 因为李安导演的妈妈 其实以前是教过听障学生的老师 所以他从小就有观察就是听障者的就是肢体 他说他在看这个吴康仁表演的时候 他完全被吴康仁的诠释给说死 那女主角呢 最后的这个就是集中呢 其实是在胡林跟林品彤 那胡林呢 就是演出了一个为了这个女儿而放下自尊 甚至把这种爱的这种扭曲感 甚至一点恐怖感给表现出来了 那林品彤呢 我们的女弟莫子怡说 我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小孩去评价她的表演 而是当成一个演员来去看她的演出 这个演出太精彩了 后面就是评审总体的意见 前面那句是小莫说的 然后她说这个林品彤的表演呢 是有条不问 而且完全不露线 那她细腻的程度 连大人都很难做到这样子有层次 那绝对不是本色演出 那是一个有演技的演出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悬念 最后票数就集中在林品彤 就创下了史上最年轻的 金马以后的这个得主的记录 蓝配角的部分呢 最后跟这个穆依哥竞争最激烈的是 富度青年的陈泽耀 那评审认为这个陈泽耀 他游走在这个痞子跟这个柔情之间 这个拿捏其实非常的准确 那尤其这个兄弟系的默契十足 他并没有被吴康仁就怎么吃掉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相得一张啊 可是那个陈沐毅的这个角色 太特别了 陈沐毅在《老狐狸》当中的演出是 既能够让我们看到这种 狡诈 锐利 但是又偶然又会露出 他的这种所谓的慈父般的这种态度 表面上他成功 但是又能够让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茫然跟悔恨的这个时刻 这样就是万花筒呀什么都能演这样 可是呢他又可以把这么多的这个面向 把它就是处理的看起来 非常的轻松自然 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刻板化的这个角色 反而因此变得就像呼吸一样的自在了 那这是陈沐毅最后胜出的原因这样 讨论最久其最难选的 而是女配角 因为女配角的支持是完全分散 即使已经经过一轮清楚的表拍之后 还是就是没有办法获得就是完整 完全的这个共识这样 刘逸儿的这个就是亮相实在太好看 就是他出场的这个收钱收租的 这场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演出这样 那所以他实际是一个前段大好的 那不是后段不好 而是后段他比较没有空间 万芳呢就胜在这个内恋又沉稳 那陈一涵呢则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爆发力 那梁永廷呢因为他演的这个角色的特殊性 他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控制 那个反应也极佳 那为什么方志友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胜出呢 评审们赞赏 有方志友其实演的是一个非常不利于这个演员的角色 因为相对于陆小芬的角色 或是傅孟博的这个角色 他其实是比较不讨喜的 就是他不刻意的去博取就是同情 那却明知道这个生活之苦 那使得就是这个角色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就不再只是一个讨人喜欢 或者是一个讨人厌的一个角色 他不是一个正派也不是一个反派 而且他在这个有限的篇幅里面 其实提供了相当复杂的这个所谓的情感 跟这个甚至所谓的道德上面的一种展趣 所以评审们在讨论了好久 就投了好多人票以后 最后就是方志友胜出了 那最终胜出的今年的这家剧情片 是《石门》 那评审认为这个作品呢 它虽然表面上是从女性 还有那个身体出发 但是它其实扩展到了那个家庭社会时代 手法上克制 但是它的语音非常的强大 而且人物的刻画相当的立体 所以它是一部在深度跟广度上面 都兼具的好作品 那也是最多评审们 就是作为一个电影人 在看今年作品当中自己最喜欢的一部